全世界的華人你要想想清楚 你用蘋果你所有的資料 美國人是掌握的 這是百分之百 而且這是美國的華麗規定 譬如說 LB 對不對 用他的YouTube 還有蘋果 還有微軟 然後美國的這些媒體 政府規定屬於他們國安級 他們國安級要你所有客戶的資料 你要完全提供 不提供是有罪 那他們為什麼要去打擊華為 因為華為科技比他進步 國際號稱最強的熟悉 叫做蘋果 在台灣9月13號 他開賣星期 結果他一出來當天 蘋果肥料大跌 為什麼大跌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 有梗來到 我是主持人董之聲 今天的節目 我們在中間的YouTube頻道 還有梗傳媒 都有雙開直播 很希望各位朋友能夠 雙雙都來按讚 然後當然要訂閱 要加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 在這邊 非常感謝各位朋友的支持 因為我們 加入我們的會員 可以看到不定期的一些發戲 那當然我期待 大家跟小董 董哥 大家一起來 我們 會員們 大家來 擴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給這個政府 垃圾政府 一點顏色感 各位好朋友 歡迎收看 耿耿興和 易董哥 那 這是我們耿傳媒 有耿來報的單元 那 很受到很多朋友的青睞 我在這邊 跟各位感謝 那 其實各位 各位可以看到 有時候我們在講新聞 有時候你要看一下 世界的集市 世界其實很多跟我們 習近平相關 可是 可能受限於 譬如說像台灣 台灣 台灣是一個非常短視 目光短小 他對世界上 他認為世界上只有美國 只有日本 他不曉得世界上有多少變化 那你知道 普丁 跟金正恩現在見面 他們兩個一拍即合要談了什麼 俄國人要幫 北韓做更精緻的 核子武器的東西 包括核潛艇 或裡面的一些更精良的一些東西 那俄國英國現在打仗 他的基本的一些 砲彈缺乏 北韓 炎源供應給你 那北韓缺乏糧食 俄國人 俄國的糧食被抵制啊 對不對 天然氣被抵制啊 賣給北韓剛剛好 所以全世界大家 看到這些先進民主國家 去手使 烏克蘭 去挑釁俄羅斯 打起仗來的話 你反而讓全世界 大家最不想看到的一些 疾變就產生了 那這個就是我們 很清楚的 全世界某些地方 千億瓦動全身 那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就是 因為全世界另外一個 最大的因素就是受美國影響 受美國影響 美國因為他嫌疾 總統是連嫌一次 那台灣明年要嫌 明年年初 美國明年年底 已經可以看出來了啦 美國明年的兩組總統候選人 還是那兩個老頭子 拜登跟川普 而且川普的勝算比較大 拜登的很小啊 為什麼 因為拜登已經讓人家覺得說 他的行為人力好像也不太怎麼樣 連他的副手賀錦麗說 拜登如果不行 我來 我可以上 拜登才當一屆 你講這個話不是想串位嗎 所以 他們自己民主黨人都 有些看摔他 那川普呢 川普雖然有很多官司 可是這些官司裡面 只要胖國罪不會成立的話 胖國罪要成立要很久很久 你沒有定念之前 他還是可以嫌啊 所以川普肯定可以嫌 然後他打敗拜登的機會很大 那下來的話會怎麼樣 我們知道蔡英文政府 死報過去的川普跟拜登 積極抗中 現在川普已經 態度已經不一樣了 川普說只要我當嫌 俄務戰爭就結束了 那時候你們如果喜歡我 根本就不會有俄務戰爭 然後呢 有人 電視台 他對親密的電視台服飾 專訪他 說那你會不會為台灣出兵打仗 他說我不會啊 我為他出兵打仗 我跟中國大陸談判 我就沒有籌碼了 各位 講得很直 台灣有很多晶片啊 記者說 晶片你看這些 代工都在台灣 那個台積電代工有90% 川普說 他們好 台灣人搶了我們美國人的工作 我當嫌以後我要跟他課稅 課重稅 那對我們就很不友善了嘛 各位 我講這個 這個是很直接的話 那跟台灣有沒有關係 有 所以各位朋友 你要看有些局勢是這樣看啊 那當然我今天講的 重點不在這裡 我只在分析說 各國 或者美國 那美國的那個就會影響前級啊 拜登過去不是這麼抗中的人啊 因為川普已經抗了 川普就特朗普 我們海外稱他特朗普 他已經抗得這麼兇了 我為了表示我不是軟弱的 所以我要抗得比他厲害 這個就環環相扣 然後美國的 參議院跟中議院 每個議員 你不抗中你就沒有票 就變這樣 那為什麼要抗中 因為中國人的日子已經快過了跟美國人一樣好 所以我們不能讓他過得比我們好 我們現在日子會不好是因為 中國人搶掉我們工作 中國很多東西進步了 比我們便宜 搶了我們的市場 美國就這樣啦 美國自己不去檢討 美國三億人口 用掉全世界快80億人口 的四分之一人員 全世界人員有四分之一美國人在用 他就是鋪張浪費 然後每個人 在他眼中都是他的奴隸跟仆人 在美國就這樣 可是因為他武力強大 所以他有他的影響力 可是大家可以看 我現在要講的就是 最近的這個科技之戰 美國打了貿易戰 其實就是科技戰 科技戰最可以顯現的是誰 華為的手機 各位朋友看到了吧 我好幾個朋友 手上已經有了 華為手機 他是衛星電話 你在沙漠都可以打 你在荒郊野外 在大海 在海洋都可以打 你在海洋裡 手機有辦法用嗎 沒辦法用 為什麼 因為沒有基地台 簡單講 沒有基地台 華為手機的基地台在哪裡 在太空啊 在衛星啊 那他的厲害在哪裡 各位 我們喔 大概智慧型手機 大概這二十幾年來啊 我是很少就有手機 但那時候不是智慧型手機 我有手機大概三十幾年了 那時候就報射給我了 因為我跑的那個 政治人物都很重要 那你手上一定要配備 最健全的通信 所以報射就給我一支 那這支後來報射賣給我 就變成我的電話號碼 所以我電話號碼 這三十幾年來都沒有變 那有智慧型手機 大概在二十多年 二十年左右 各位可以看到 智慧型手機 改變了全世界 大家可以這樣講 那智慧型手機 它有兩個系統 一個叫Andro 大家多數的人 不用蘋果的就用Andro 蘋果自己是一個系統 所以過去就只有兩個系統 那中國大陸 因為它的5G進步很快 所以美國就開始打科技戰 就限制華為 華為有安全以利 不准用 而且不准供貨給它 各位朋友 美國是這種流亡 美國是全世界最大的流亡 它發現說已經比人家漏禍這麼多了 所以它就想這樣 我就把你周遭的供應鏈都把你斷了 看你怎麼樣 那大家知道華為 他們就自己去發展 發展這手機 它的系統就叫鴻蒙 江鳥鴻 蒙古的蒙 鴻蒙 鴻蒙就是 中國的那個 就一個 一個很寬闊的大地 然後 真批未起 然後等待你 大家去開發 你有無限的想像跟空間跟可能 所以可以講有夢最美 那由這裡開始出發 出發當然 因為它最近發表成果 它也沒有開記者會說 我們有發表會 沒有 它只是說我們明天要開始 開賣什麼 網站這樣寫 一分鐘賣光光 我台灣的朋友 有人想方設法買到 他說太好用了 那可以看到 他在宣布那天 就是美國的商務部長 雷蒙多去訪問中國大陸 雷蒙多就是 美國的商業部就是 下令 去阻止 所有企業 所有行業 供貨給華為的 這個部位 所以你來 我們就發布 所以很多人想說 雷蒙多幫華為做了全世界的宣傳 那這隻手機很好用 那我們知道 手機裡面 你還要搭配非常多東西 因為現在中國大陸有很多東西 是自己獨有的 因為它被美國一直限制 美國一直卡它嘛 譬如說我們 知道全世界本來有三個系統 就是GPS 大家開車有GPS 導航啊對不對 以前就美國 GTPS就美國 那 俄國人當然 他跟他打對台 他一定也有一個系統 不能用 那歐洲呢 歐洲當然它是很進步的地方 歐洲這系統叫切利列 大家知道切利列 他認為 地球繞著太陽公轉 所以切利列非常了不起的科學家 那全世界都認為不是 地球才是世界的中心 所有星球都繞著地球轉 當然是錯的嘛 那他講這個話當然違背了基督教 所以他就被審判被教皇下令 那大家可以看到 那當然就是科學跟神學的一個 一個對抗 科學是很清楚的 科學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那個年代 但是我也不是要講這個 我要告訴你 華為的手機受歡迎的程度 它的功能已經非常了不起 這叫Mate 60 為什麼會這樣你知道嗎 因為過去有百年來 中國人在淚牆 在帝國主義的欺壓之下 很多東西 那我們曾經有一個武士運動 那時候崇拜了民主跟科學 德先生跟賽先生嘛 那後來呢 後來因為中國自己內部的動亂 動亂就很多 進步就很慢 自己打仗嘛 中國人打中國人 那時候就亂了 後來到了日本人親類中國 好不容易團結起來 後來又打贏日本人 又開始亂 所以中國自己一直在內亂 這個其實就是 我常常在節目上講 兩岸為什麼要和平 中國人幹嘛擋中國人 死了是自己人 別人得到好處幹什麼 對不對 這就是我對和平最主要的期待 大家知道我是金門人 我最討厭戰爭 因為我們很多長輩在戰爭死掉了 那時候等於說 國共還在打嘛 可是你看到這樣 你就可以知道 我今天 講這個 你知道它有多大的深層意義嗎 因為它代表一個 中國人的一大部 你們都阻擋我 我還是有辦法 你們不給我衛星 要阻止我衛星 我有自己的衛星 這個衛星叫做別斗 別斗七星高 歌書夜戴刀 大家知道 這是唐人裡面的詩 那大家知道 別斗 別斗其實就是 讓大家來仰望 天空最亮的一顆星 叫金星 太白金星 在中國人的神話裡面 所以你從別斗裡面 你就可以看到 哎呀 那種 我們奮力不虧 堅持要揚眉土氣 然後自己做到了 你知道 天上有很多太空船 或者什麼 這些 他們在太空有任務 他們要休息 有一個戰 這戰本來只有美國有 後來美國這個已經作廢了 現在全世界 對 要用的這個戰 是中國大陸做的 美國以前這個戰 是不給中國人用的 給俄國人用 給各國用 就是不給中國人用 他看不起你 後來我們就自己做一個 這個戰叫做天空 孫悟公大鬧天空 這個天空 現在美國來拜託說 你也給我們用吧 你看你們不要臉 美國是個下山爛不要臉的畜生 就這樣 流亡間畜生 那現在既然禍言 你過去有的 你不給中國用 現在中國有說 你給我用拜託什麼 各位 這是下山爛到極點對不對 沒有 這就是美國人的嘴臉 所以 很多東西 你不要去靠它 不要去用它的東西 用它以後它就拿翹了 那我們要發展自己的 所以為什麼 今天講華為 它代表是一個民族精神 這個絕對不是民粹 民族主義不是 就是說 我們 在台灣 我們 台灣有一句俗語 叫做 改期種一種 比較贏 顧別人 我們自己種一顆 檸檬樹 還有一個蘋果樹 比較贏顧別人 就是 比 依靠別人還好 就是 你自己種了一顆 你自己有嘛 別人有你可能要跟他買 要跟他要 那你就是變得要 卑躬兮兮 就沒必要 所以他告訴我們 就是要自立自強 那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各位朋友 全世界 過去號稱最強的手機 叫做蘋果 蘋果的手機 大家知道 9月13號 在台灣9月13號 它開 它的開賣新機 蘋果手機 蘋果手機叫i15 i就是蘋果的代號 iPhone i15 它出來有四款 結果它還出來 當天 蘋果股票大跌 為什麼大跌 因為很簡單 你的手機 不如外界的期待 納斯達克 公布蘋果跌了1.7 那蘋果以前只要出手機 是不得了 整個股市 全世界叫做蘋果供應鏈 你說郭台銘有多神器 他在幫蘋果代工 所以他就很有錢 大家講就變這樣 那你今天看到 怎麼會是兩個手機 大概同時沒有多久一起出來 那怎麼會是這樣呢 沒有錯啊 那蘋果 其實對它最主要不是這個 因為網路上 媒體上在謠傳 中國大陸限制的公家機關 限制用蘋果 那中國大陸的外交部 他是否認 他說沒有 我們沒有限制 但是蘋果 依照媒體來報導 他有安全顧慮 蘋果本來就有安全顧慮 全世界的華人 你要想想清楚 你用蘋果 你所有的資料 美國人是掌握的 這是百分之百 而且這是美國的法律規定 你用他的 譬如說FB 對不對 用他的YouTube 還有蘋果 還有微軟 所有美國這些 美國線上 然後美國的這些媒體 它政府規定 屬於他們國安機 他們國安機 要你所有客戶的資料 你要完全提供 不提供是有罪的 這個就是叫後門 那他們為什麼要去打擊華為 因為華為科技比他進步 他甚至 熟使加拿大 把華為的小公主 孟晚舟把他抓起來 人家只是過境 就把他抓起來 美國是毫不講人錢的 我要達到目的 我就要做什麼 他就去攻打別人 殺死一堆人 全世界這些年 除了天災 非自然災害死亡的人 95%都是被美國人殺死的 你知道嗎 全世界的人 誰誰誰哪裡在 沒有 美國在中東殺了多少人 他說我是以正義為名 他是一個畜生 然後嘴邊每天講正義 那我講這個 你就可以看到 那蘋果只是因為 媒體 大家寫說 中國大陸的公家機關 規定不准用 中國大陸外交部說 沒有我們沒有這規定 但是我沒有注意到媒體在報導 他有安全疑慮 不是媒體報導 這是切有其事 美國用他的科技 賣到全世界 然後再從他的科技裡面 留一個 切聽的一個用處 所以他到處切聽 法國總統被他切聽 德國首相梅克爾被他切聽 切聽 美國總統都當面 歐巴馬都當面 跟梅克爾道歉說 我們的國安單位切聽你了 很對不起 然後道歉軟了 又繼續切聽 到現在還在切聽 美國就是這樣 他覺得我做的是對的 我確定是對 別人確定是不對的 他是那種兩種標準 那現在為什麼 講蘋果這個呢 因為蘋果收到中國大陸 這個留言出來以後 大家就不敢買他股票 為什麼 因為你等於說 你至少要少賣幾千萬支嘛 那你作為一個有股氣的中國人 你還要用蘋果嘛 現在已經有比他好的手機出來 你要用嘛 對不對 你要有點民主尊嚴啊 這民主尊嚴就是說 你們內牆 每天現在還把中國看作 清朝時代的中國嘛 你們現在的心態是這樣 我不是要鼓動民族主義或民粹喔 我不是 我說人總要有點格調 人家賣你東西還要切聽你 還賣那麼貴 那你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事情 對不對 你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事情 但我不是說你一定要用華為 我是說我們的東西已經比較進步了 但是你可以不用華為 中國大陸有很多手機 台灣也有很多手機 其實都不錯的啦 我們手機其實用途有限 我用的手機喔 我不好意思講品牌 我在所有廠的都拿出來 有沒有人用跟我同樣手機 沒有 我發現我才是唯一的 真的 我問過幾百個人 從來沒有一個人手機跟我是相同的 還問我說你這是什麼品牌 怎麼沒看過 我說我這個可以LINE 可以打電話 都不用錢 對不對 人家傳資料給我 我馬上看得到 我不會被確定 我不怕 那大家可以看到 那我是以工人性為主 我用這個用得很開心 美國的朋友 日本的朋友 常常打電話給我 不用錢 我們以前要打長途電話 要多少錢 現在不用錢都方便 我們享受科技的文明 那我是用普通手機 沒有錯 可能你要限量 你要用最好的手機 最好的手機 現在還是蘋果嗎 各位朋友 我告訴你 世界上在變 那世界在變的話 人的股氣跟尊嚴是不應該變的 小董有一些主張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各位都聽到了 我們要一起來發展 賺世界上的錢 那中國人富裕起來了 你的民族尊嚴就來了 那我剛剛講的 對不對 我不要用你的GPS 我東西都被你確定 我有別斗 你太空站不給我停 我自己都有一個太空站 全世界各國大家都來 讓你休息 你開車是不是要開到加油站 要去上個廁所 要吃一碗泡便 讓自己熱起來 對不對 休息一下 免得等一下在高速公路上會睡著 這個叫休息站 太空 只有一個休息站 叫天宮 各位 天宮 你要從南天門進去吧 各位朋友 這就是中國人的榮耀 我講這個 自己其實覺得很開心 為什麼 因為我們 又往前進了一大步 已有榮焉 當然我沒有任何參與 但是我看到了 一個自立自強奮戰的故事 我還是無限的感動 今天謝謝你收聽 謝謝 先別走 你有這些困擾嗎 掉頭髮 身體乏 老得快 怎麼辦 你的健康問題 就交給Herman Organic 給你更健康的生活